又是我 史丹尼 今天我要介紹這隻 Samsung Galaxy Fit 運動手環 其實有一個YouTube網友 在我的頻道留言問我 可不可以買這東西來做開箱測試 我逛街見到便是便宜 不如我買來做開箱評測 以及解答你的問題 近來的Samsung的產品包裝 越來越簡單 一打開就見到Galaxy Fit這個裝置 外面是獨特的磁力充電器 一邊是大頭的USB 另一個是磁力板 會吸著Galaxy Fit 然後做一個充電 原裝跟來只有一條錶帶 沒有分大小 如果你要換錶帶的話 我相信你要去Samsung官網訂購 Galaxy Fit的外表 它跟小米手環或Feedbit的Inspire 都有幾分相似 除了眼前的黑色之外 還有銀色的選擇 而它背後有一個心跳感應器 以及左手面的實體按鈕 首先下載Galaxy Rearable 然後可以配對Galaxy Fit 裏面亦可以做到不同的設定 大部份的設定都跟Galaxy Watch差不多 而我發現它這次多了一個功能 就叫做 High Heart Rate Alert 如果你在靜止狀態 而心跳持續高頻率跳動過10分鐘 它就會給你一個訊號 告訴你你的心有問題 另外Galaxy Fit這個運動手環 不能額外加裝程式 所以如果你要轉錶面 就只可以選擇它內置現有的錶面 不過它錶面的選擇都算多 有不同顏色選擇 不同資訊顯示 那麼漂亮不漂亮 就真的見仁見智 看回手環的操作界面 它是一個輕觸式屏幕 這裡看到一個步數 心跳 卡路里 走了多少公里 以及今天的心跳最高最低紀錄 下一頁就用來追蹤你的運動 有游泳 單車 跑步 多達90種活動 而當中有6種活動 是會自動偵測的 順帶一提 Galaxy Fit可以抵禦到50米的水深 另外它也可以偵測你的壓力 自動的睡眠紀錄 即時的當區天氣 以及計時功能 剛剛看完我介紹Galaxy Fit 根據以往我介紹Galaxy Watch的經驗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類似的問題 我嘗試先解答你的七大問題 第一條問題 大家一定會問 這個電池的磁汗力多少 我有統計過 其實我已經用了4天 4天全日 24小時 以及帶著睡覺 以及開了即時的心跳偵測 現在還剩下30%左右 所以我預計 這個電池用了4天至4天半 是OK 沒有什麼問題 第二個問題 這個電池有沒有GPS 是沒有的 如果你要跑步 或者你去行山的時候 你想去的 Werk Out的紀錄 有你的地圖 就必須要 帶著你的電話 它就用你電話的GPS 去給它資訊 第三條問題 這個電池有沒有NFC 可不可以做到Samsung Pay 是不可以的 它是沒有NFC 所以它就不能做Mobile Payment 第四條問題 就是可不可以讀到Whatsapp Line的Message 是可以的 如果當你有Whatsapp Message 基本上 透過你電話的 Notification功能 就會傳送過去 就可以即時看到 最最新的資訊 第五條問題 當然你看完 可不可以回覆 其實這東西 沒有任何文字輸入 或者語音輸入的功能 所以你只可以回覆一些 預先設定的罐頭訊息 例如 Yes OK Please Go To Doot Doot I'm Not Available 等等 這些預設了的Message 第六條問題 究竟這隻Gasifit 可不可以通電話 是不可以的 如果當有人打給你 它是會震動提示 以及只可以撥收線 如果你想去接聽電話 就必須要拿回你的手機 出來做一個通話 主要因為 它這隻就沒有Speaker 也沒有Microphone 所以是做不到任何的 語音通話功能 好了 最後一條問題 這條問題是最多人問的 究竟Samsung的Galaxy系列 可不可以用在 不是Samsung的電話上 我回答你 如果你是用Android 5.0或以上 基本上是會支援的 例如你用Sony LG是可以的 不過用華為的手機 有些注意 因為其實過往的Galaxy手錶 在華為的手機上 是很不穩定的 有些人說要設定地區 有些人設定語言 才可以連接到 所以如果大家用華為手機的話 我就不太建議了 至於iOS方面 iOS其實是有Galaxy Gear 這個App Store的Apps 不過暫時這隻FIT 是未支援到的 我相信很快 它都會開通 可以支援到Galaxy Fit 好了 到最後 我想說一下 大家怎樣選擇 這三隻Galaxy Gear 有Galaxy Fit Galaxy Active 以及Galaxy Wash 如果大家想要一個普通的運動手環 用來偵測心跳 例如偵測睡眠 跑步等等 Galaxy Fit 是非常划算的 不過它的問題是 它沒有語音輸入 文字輸入 所以只可以簡單回覆一些訊息 亦都不可以轉錶面 因為它不可以安裝任何Apps 如果你想轉錶面 安裝Apps 而全面一點 可以買Galaxy Active Galaxy Active 除了可以有文字輸入 語音輸入之外 它亦都有NFC 所以它可以做到Samsung Play 可以去到Maddonald 超市等等 可以給到信用卡 不過它的問題 就是不可以做通話 因為它沒有Speaker 如果要通話 就需要買這隻 Samsung Galaxy Watch 2018 它已經包含了以上兩隻手錶的功能 所以它價錢方面 也會略貴一點 我相信這三隻手錶之中 一定有一隻是適合你用的 好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者在Instagram找我也可以 最重要是繼續支持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Bye Bye του Cuando 你給我